澳洲国会参议院率先通过支持台湾地位的动议 台湾感谢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该决议表现出了强有力的领导力 台湾感谢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该决议表现出了强有力的领导力 Reuters and Wang 澳大利亚国会参议院在周三8月21日下午通过了一项有关支持台湾地位的动议 该动议指出 联合国1971年10月25日第2758号决议并未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 未决定台湾未来在联合国的地位 未决定台湾参与联合国机构或国际组织的问题 预计这项跨党派动议的通过将会引发北京的抗议 该动议是由刚刚于7月在台北参加了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峰会的澳大利亚工党参议员戴博拉 奥尼尔 德伯拉奥尼尔和自由党参议院大卫弗希特 David Fawcett共同提出的 来自24个国家的49位议员参加了此次峰会 包括来自澳大利亚 英国 日本和德国的议员 峰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联大第2758号决议之各国议会决议范本 请各国议员在各自国家的议会推动通过 弗希特与奥尼尔在澳大利亚参议院提出这一动议并获得通过 意味着澳大利亚成为首个在IPAC峰会后采用该范本并通过相关动议的国家 在国会参议员辩论期间 参议员奥尼尔说 台湾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领先的民主国家 也是澳大利亚的重要合作伙伴 我们与台湾共同关心开放 包容和稳定的印太地区 我们与台湾保持着密切积极的经贸联系 澳大利亚是台湾第二大海外教育目的地 约有20万台湾人曾在澳大利亚打工度假 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 将2400万台湾人排除在外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 台湾驻澳大利亚经济文化办事处就该动议获得通过发表声明 我们特别感谢澳大利亚表现出了强有力的领导力 率先明确表态反对威权国家欺凌和孤立台湾的企图 中国企图颠覆决议的措辞 妄称对台湾拥有主权 这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赞扬我们的自由民主国家同胞 努力回击这种公然和不负责任的虚假信息